行政电脑的还原 那我们用现在用虚拟计来说明行政电脑如何还原 首先 我们把空Zilla的 光碟 挂在ISO挂在光碟计上面 然后你的电脑必须在校内里面 校内里面 你再来进行连线的动作 我们先启动空Zilla 我们轻易选择R的 ToRain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 把它挂载到记忆体里面去 这样你的 那个随身碟或者是光碟机在启动后就可以退出来了 首先到这里的时候你光碟机就可以 退掉 好 把它退掉 这是我们常讲的 ToRain很好用 进入正题中文 使用再生楼 使用印象档来处理 使用印象档来处理 我们的 备份还原机制 这里请你选择NFF NFS Server NFS Server 这个 选择这个 然后 IP我们用DHCP来设定就可以了 你在校内 挂在哪一个版本的服务 预设用预设就可以了 那这边我们是10.241.97.252 记得 好 挂在自己NFS Server的IP 然后 它的位置 好 那行政电脑 我们的印象档是放在 VOLU VOLU WME1 底下的 NTPC-IMG Enter 这个时候它就会自动去帮你挂载到 那一台IP的这个机器里面 如果有挂载成功 那我们就会看到 这边已经告诉你挂载成功了 按Enter继续 然后 在根本上 注意 互盖 ANTE 那 刀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ont完它就会告诉你按Enter继续 如果都已经完成之后它就跳出这个画面 请你选择数学者模式 你要还原就选择还原印象档到的记忆的硬点 这时候它会开始去找寻它的印象档 行政电脑的印象档大概是 有一个是64位元,一个是32位元 那目前你会看到比较慢是因为 好,已经出来了 因为我是用VPN 透过ADSL再经过 去小绕一圈 所以比较慢一点 那这里有一个NTBC Works 这个行政电脑 就是4位元的作业系统 这个是32位元 比方说人士或者是会计之类 所以它如果只能有一些软体在32位元的作业系统上面 好,就换你选这个 好,选这个 其他的是其他的印象档 你可以用理它 好,就行政电脑大概就是这两个 好,Enter 然后就还原到你本期的音点 如果你要只还原系统 就选择用还原分割区的方式去进行 就可以了 那下面的动作我就不再进行 要不要检查 印象档通常是我们是不会去检查 回收的时候会检查 还原的时候 因为回收都检查过了 基本上不太会出问题 所以绿器检查 还原完要做什么 关系 按Enter 就开始做 好,这样子就可以进行Convira的备份跟还原 这是行政电脑的部分 记得你一定只能在校内进行 因为我们是在试的文端 好 好 加上 好 这期儿 如此 大